护肤空瓶剂 这个主题我看有很多美妆博主都在拍 所以说我就想趁着年末 然后最近也攒了一些空瓶 就来拍一些吧 然后呢我想按一个平时护肤的顺序来说 那第一部分就是卸妆 这个是一个simple的卸妆水 它上面有写说是专门为敏感系设计的 然后我本身的话皮肤不算特别敏感 用下来的感觉就是卸得很干净 然后很清爽不粘腻 我记得当时还一起买了simple家的眼唇屑 还有卸妆湿巾 但是都没有它家这个卸妆水好用 所以说大家如果要买它家的卸妆产品的话 就买这个卸妆水就好了 第二个是纪凡西的一个卸妆乳 这个是18年冬天的时候 当时双十一斯夫兰打折买的 这个东西我就特别不喜欢 首先是它这个泵头特别难往下摁 然后每次卸妆的时候我就会摁到生气那种 再有就是它卸的也不是很干净 而且会有一点点辣眼睛 我觉得现在科学技术都发展到21世纪了 为什么卸妆产品还会有辣眼睛这种情况出现 何况它还是一个大牌 卖的也不便宜 以后再也不会买 永不回购 然后呢卸妆说完就是面部清洁洗面奶 还剩最后一点 但是实在挤不出来了 我觉得这个品牌的东西啊有个特征 就是它家所有东西都是包装特别好看 然后做了很贴合大自然 然后很有那种环保的先进的感觉 在instagram上面宣传的也很好 但是你拿到手一用就觉得真的不好用 它味道还是蛮好闻的 但是就是用完之后感觉洗不干净 我觉得不能把锅都推给低泡洗面奶 就是会有那种护肤博主说低泡的 就是会洗完之后有残留感 但实际上是正常的 可是有的低泡洁面就做得很好啊 就不会有洗不干净的感觉 这个品牌我买过眼霜洗面奶 卸妆膏还有面膜 那个面膜就是几乎用它那段时间 我都是烂脸 就是脸上起痘痘那种 然后用一次就会烂一次脸 面膜的话我用的主要就是功效型的 因为我觉得如果说纯保湿的话 那为什么不直接服个面霜 然后用个精华油之类的 所以就是刷酸刷的会比较多 我额头这个地方还是会有一些闭口的 自从我刷酸之后 这些闭口 脸上的一些小的暗的那种凸起 就会少一点 我个人的护肤里面是 不管说干皮还是油皮 都可以去定期刷酸 然后去一下角质 保证皮肤一个比较良性的新陈代谢这样 面膜先说这个 今天要说的两个面膜都是国产的 我还剩最后一片 这个就是那种贴片式面膜 然后主要功效就是舒缓皮肤 我主要是在刷酸之后用 让它起到一个修护平障 然后舒缓肌肤补水的作用 再有就是我会在冬天化妆之前来贴一片 因为干皮的话在北京 真的是那个大风吹得你脸疼 然后我就会偶尔有的时候脸上干燥起皮 然后局部尤其是鼻子旁边两边就会有泛红 直接化妆的话起皮就会更厉害 这种时候敷它 一方面的话可以镇静皮肤舒缓泛红 另一方面就是补水 然后贴上它之后可以直接敷着 再去随便走动做其他事情 到点把它掀下来就可以了 就是说现在日常维稳啊 或者说刷酸修复 我都会用这个 手头还囤了一盒心的 这盒还没拆 然后用完手头这片的话也把它拆掉 一盒是10片 然后接下来说刷酸的面膜 刷酸我用的是这个 去年双11买的 博乐达水洋酸面膜 这个面膜就是用着比较温和 然后不会说像果酸一样 我用果酸就会爆痘 这个不会 它基本上这罐是空了 但是还有一点特别耐用 去年双11用到现在 我用的频率也挺高的 所以说虽然它很贵 但我觉得还是比较值得投资的 这个面膜呢 我就是会在起痘的时候 痘痘就会明显消下去 或者说你日常委稳 然后一周复一次 这样也可以 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质地 就是一个透明的褶梨状 不过我也不敢保证 说是大家如果说是有痘痘什么的 就适合用这种水洋酸面膜 因为我本身其实是干不洗 所以还是仅遵医嘱吧 问问医生 也不要说就是我推荐这个就去买了 如果你手头有这个面膜的话 给大家讲一下使用方法 就是我觉得效果最好的是 你脸上喷一些喷雾 或者说沾点清水 然后不要把脸擦干 因为水洋酸要 预水才可以挥发它的最大作用 然后一边按摩 避开眼周 一边推开 然后再等半个小时再洗掉 这个时候水洋酸能够发挥的作用 是最大最好的 然后要说的是一款精华 这个就是Candle经常去的一个美容院 然后他家这个医院这医生 自己处理一个品牌 我买它是看有博主说 它会填满你皮肤上的肌力 然后在化妆之前会让整张脸更像一个平展的画布 更有利于你去上妆 所以我就一直都在买一直都在用 这一瓶也是马上就空就生个底了 它是这种小气泡的感觉 然后你抹开非常清爽 就像水一样 一会儿就吸收掉了 这个味道香香的 我觉得女生应该都会喜欢 这个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身体护理的孩子 他家也出彩妆 LM家的护手霜 然后这个是我去年买的圣诞套装里面 空写的最后一支 味道是柠檬榻 它也是还有一点 所以给大家挤出来看一下 这个护手霜说是柠檬榻 然后也确实就是有一股很清新的柠檬味 然后可能还带着那种塔皮 一个比较浓厚的面包的香浓的味道 就是同时混合了水果和甜性 一种比较清新 还有一种比较醇厚的香味 有一点点层次感 也很好闻 非常适合冬天的时候 比较小清新的女生用 它的流香会比较明显 也会很久 滋润度很好 然后不会粘腻 LM家的身体护理 不管说乳浴剂啊 沐浴露啊 然后包括护手霜身体乳 都很推荐 另一个最近空调的是 台价的沐浴露 这个味道是我最喜欢 台价的所有甜品系列 味道里面的一款 就是杏仁椰奶 这一支起泡能力强 不会粘腻 使用体验很愉快 就像在杏仁椰奶里面 遨游的感觉一样 好啦 这些就是今天给大家讲的 九件 我的护肤空醒剂 那么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记得给我三连 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的 空醒视频 并且想到看到更多的话 可以在评论弹幕留言里面告诉我 然后如果你有想看的 其他类型的视频 也可以跟我讲 那么就这样了 拜拜